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在門司港 就要經過一條隧道 然後就辦過去下關 剛才那些天橋就是行車的 我們就落地底走 有時在想 如果香港島和九龍半島 之間有地底隧道讓我們走 會不會很方便呢? 哎呀 走過了 走過了什麼呢?我們再看多一次 幸好我老公攝一攝我 我才回頭拍的 山口園 福光園 再看一看上面 原來這裡是分界線 我們由北九州市 走去下關市 之後很快很快我們就繼續走 出到去 我們首先不坐升降機 上地面住吸引人 紀念一下這個行程 其實 都有點吃力 因為如果你看地圖 其實我們走了一個很大的獅子營 為的就是去春帆柳 那就是時候說說中三中史 1895年3月 中日格五戰爭差不多打完 北洋軍隊全軍覆沒 慈禧就派北洋大臣李鴻章 代表清廷 在3月19日抵達這道馬關春樊 和當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展開談判 4月17日正式在這裡簽訂了馬關條約 日方稱之為日清港和條約 所以這裡也叫做日清港和紀念館 旁邊有一條李鴻章島 是因為李鴻章談完第三次議和會議之後 回到行館途中被一個日本人追擊 因為這件事李鴻章就避開大路改行山間小路 於是日本人稱之為李鴻章島 而李鴻章島的前面 其實就是唐戶市場 唐戶市場的再前面就可以乘搭船 回到門司港 在門司港我們發現了一間黑白的Family Mart 令我想起郵報院黑白的71 回到門司港站 就結束我們這次的歷史之旅啦 再見